你们只是活得在别人眼中认为你们的漂亮 比如说你可能想当主播 你可能想当台北人 你可能想当一个太太 可是那是活得别人眼中觉得漂亮的你 那一直到你离婚以后你才会觉得说 这个写作其实是我活得最漂亮的一个方式 我想小贤也是 小贤以前一直活着 别人觉得你是漂亮 你是个辣妹 你要弄得咖啡咖啡的 就是要穿性感 穿得很性感 然后胖了要减瘦减肥减肥减肥要瘦到 别人觉得很漂亮的样子 但是其实健康是一个最漂亮的 所以现在开始是她可以面对自己 不能生孩子 不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 这样有自信的漂亮的女生 所以也是活得漂亮 从大概国中吧 就发现自己没有生理期 对 就发现我们班上女生 一个一个都开始用卫生棉 可是就是大家借来借去 可是我就没有 然后我姐姐是正常的 她大概国中也就生理期来了 妈妈也都正常 可是我自己是一直到高二 发现怎么办到高二了 这个年纪好像有点大了 你没有觉得你会不会是男生 没有 因为我其他法语都正常 我有就是第二性侦通通都正常 都正常 对 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这个年纪很尴尬是 我要不要交男朋友 我要怎么去跟人家讲 对 我该怎么面对 然后自己没有生理期这件事情 也让我觉得很害羞 然后我是后来也是同学 陪着我去看妇产科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原来 其实我是天生没有子宫这个器官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说 你其实是可以期待一件事 就是代理孕母法 他说台湾现在目前是不合法 可是如果以后你有机会的话 你还是可以用你的软 跟先生的结局有胚胎 然后找代理孕母 他的梦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梦 就是我这一生 是没有办法做怀孕这件事情 对 没有办法自己生 没有办法自己生 因为女人有的时候他们讲 你这才是完整的女人 你如果能生孩子 其实当然有些人说 我不想生 我生那么多 但是你不能生 这就是没有 就其实成长路上 我都会碰到很多好姐妹 她们不小心怀孕了 可是却面临没有办法养育的时候 他们都选择可能就是 我都会很难过很难过 然后就会说 你们可不可以想一想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珍惜这个生命这样子 我猜小前她会遇到很多 这种状况 明明我只是来跟你谈恋爱 可是我好像必须 好像必须要有一个 告诉你一个 我最大的秘密 我最大的秘密 而且你很可能因为这个东西 就对我的眼光不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你是很勇敢地 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以前是不能面对的 对 我在想你以前不讲 因为你没有讲 我想你就是没有办法面对 一直到她讲出来 我就觉得很好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 它是一个就是天生是这样 小贤在演艺圈 一直想做一个很辣的女孩 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打扮得很黑 有的时候要自己去练国标 有的时候想办法让自己 受到别人的标准 他也再不忌讳地说 我是一个没有子宫女 这是一个多么强大安美的女性 女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 找到自己 这就是没办法 谢谢下雨一天的经济